三年历练之约已到 明日便是家主陆北陈归来之期 控制下国所有顶级贵州参加回归宴 爱家主 持道者 竹出大下 是 恭迎少主归位 恭迎少主归位 弟弟 你终于要回来了 姐 我刚要给你打电话 让你来接我 明天我回去的时候 要给你和家族一个惊喜 马上来 爱 北陈 你说这戒指要是真的 得花多少钱呀 这就是真的 我就喜欢你这自信满满的样子 给你个五星好评 你别看我今天是个小小的外卖员 明天 我就可以号令四海八荒的男人 好好好 我相信你 不管你是谁 承诺谁 以后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好 北陈 我想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说什么 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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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这里有人 你等我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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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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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fin 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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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很难起床 医生 北辰怎么样了 暖期内 苏醒的困难下不大 她的概率 可能会成为植物人 医生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 救救北辰 我求求你了 我不能没有她呀医生 医生 你心里的医疗条件 确实很难 除非 除非有奇迹发生 医生 宝宝 我们一起等到爸爸醒来 等到奇迹发生 春夕 你可是公司重点培养的员工 我还打算年底 送你去省城 去参加培训呢 你确定要辞职吗 对不起宋经理 特别感谢你对我的培养 我从一个小地方来 能够进入这么大的公司 是我的荣幸 可是我男朋友他病了 没有人照顾他 我实在没有时间 做全职工作 既然你去意已决 那就去财务结算吧 还有 我公司的大门 永远为你敞开 谢谢宋经理 谢谢 北辰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等到奇迹发生 废物 找了这么久都找不到家主 这个陆北辰 电话不接信息不回 到底怎么回事 还愣着干什么 去找啊 是 是 我是弟弟 到底在哪 陈小姐 之前费用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继续治疗的话 你负担到其他吗 大厦我们都找遍了 那就去给我找遍整个世界 北辰 你放心 我一定可以 念念不哭啊 念念乖 念念 念念 乖 念念 念 八年了 一百亿的悬赏金 至今没人拿到 龙英北京霸主 二叔 您怎么回来了 这些年 我一直在北京遇敌 听说北辰这小子失踪了 平乱之后 我第一时间就赶来了 二叔费心了 传令下去 都用北京战部所有力量 七日之内 不要见到我的侄儿 是 陆北辰 你到底在哪 你知不知道 整个大厦都在等你回来 陶陶总是爱打小报告 念念 妈妈 妈妈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 还没呢 妈妈呀 正在这会儿没单 给你做顿饭 再给爸爸带个好心情 妈妈妈妈 今天给爸爸读了好几篇故事 可累坏我了 头都有点晕了 念念 真乖 真乖 金哥外卖提醒您您有新的订单 念念 妈妈工作了哦 念念乖 你累了就在这边睡会儿 妈妈下班来接你啊 先生您好 您的外卖怎么才送呢 妞都跑了 老子今天强都上堂了 必须发现 你把你把我 你把我 你把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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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的宋愛妹說的妹都給你錢吧不是 王醫生 什麼 你你暈倒了 沒事了 少姓退了 快一會兒就醒了 年年 是媽媽不好 都是媽媽的錯 連你發傷了我都不知道 哦對了 你老公可能有蘇醒的跡象 真的嗎 北辰會醒過來 需要多久呀 也許一年 也許 更久 沒事 我已經等了他八年了 再等八年也沒關係的 陳希啊這個你收下 這是我們的一點心意 謝謝王醫生啊 心意我領了 但這錢我真不能要 你們也不容易 而且也幫助我們很多了 陳希啊 你別誤會 我有你的故事在網上 匿名發起了一次募捐 大家都被你的行為給感動了 這錢啊 你必須收下 這代表著啊 夫妻相愛 敵萬難 謝謝 謝謝 美辰 你聽到了嗎 有許多人和我一樣 都盼望着你能夠早日醒來 我和念念 也會一直陪在你身邊 請你一定不要放棄 求尚藏保佑 美辰早日醒來 只要能夠平安醒來 心裡陳希 願一命請願 美辰 你醒了 那 那 那是誰啊 是我呀 我是陳希啊 你好好看看 我是你的夕兒呀 那是我們女兒 她叫念念 念念 對 念念 你一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我相信你一定會醒來的 嗯 美辰 美辰 沒事的 只要你能夠醒來 已經是上倉 給我最大的恩賜了 就已經很知足了 嗯 嗯 嗯 爸爸 爸爸 是爸爸醒了嗎 嗯 是爸爸醒了 來 化身 溫柔姐姐說了 氣球落地 就會爆炸 我可要抱緊她 我的爸爸 好像和別人的爸爸 不太一樣呢 哎 服務員 哎 嬰兒 媽媽 我這有交替不會 啊 等一下 太棒了 啊 錢包呢 大哥 錢包是不是被偷了 錢錢包在那兒呢 小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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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敢偷東西呢 我沒偷 我不知道他怎麼 就在我腳底下了 念念不苦 媽媽相信你啊 大哥 這肯定是誤會 我家女兒 絕對不會偷東西的 你這意思啊 這錢包自己成精 好到腳底下來了 你是不是覺得我傻 還是覺得我姓冤呢 大頭啊 瞅你這一身熊酸樣 難怪叫這個小偷了 你放尊重點 我說了 我家女兒絕對不會偷東西 這人哪 窮不可怕 可怕的就是 帶著小孩出來偷東西 你這個當媽的 真行啊 我不給你這種人廢話 現在人贓俱惑 走 血腔菊 血腔菊 你放開 哈哈哈哈 你個傻子 還想學人家一笑就美啊 就是傻子 行 還是個小偷藏藏 一塊兒帶走 帶走 喂 你們放開我 放開 放開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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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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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吧 爸爸你沒事吧 啊 感動老子 你個臭傻子 信不信我廢了你 王哥 消消氣 你看這都見紅了 你這玩笑開的是不是有點大 你消消氣 您錢包也找著了 他們也吃了教訓 這樣吧 今天這頓算我的 咱們算了吧 行啊 真那麼會 你找一個小偷藏服 以後誰還敢來啊 走 謝王哥提醒 都好啊 再來 你跟我來 過來 這是工資 謝謝老闆 明天你不用來了 為什麼呀 為什麼 你還問我為什麼 你都跟人家吵起來了 這個店我還開不開了 聲音我還錯不錯了 拿個錢趕快走 老闆娘你給我解釋 老闆娘 媽媽我來退 哎 好 怎麼辦 美臣這個月的治療費還差五百塊呢 這麼多 好 妹子 別怪大姐辭退 咱認識半年多了 你是啥人 大姐最清楚 我絕對相信你和念念沒有偷東西 但咱這夜灘上 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酒鬼色狼 這份工作確實不適合你 咱都是你們 大姐很理解你的難處 更佩服你對你老公的付出 社會裡從來都沒有容易而已 但我從你眼睛裡看到了光 這道光一定能衝破這該死的生活 大姐相信你 這些錢不多 大姐也只能幫你到這 加油 謝謝 謝謝 媽媽怎麼了 沒事兒 媽媽沒事兒啊 下酒了嗎 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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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吧北城 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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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吧北城 啊 啊 啊 王主任 北城他情況到底怎麼樣了 他腦中本來就有癒血 就受到了第二次傷害 我知道 他還能不能再醒過來 可憐你等了他八年 這趕回去幾天有 唉 真心 爸爸 北城 我一直排在女生院裡 一起進來 奶奶 北城 是我 我是陳希 希兒 爸爸 爸爸 爸爸你終於醒了 希兒 我 嫁給我媽媽 北城 北城 我在 我願意 慢慢說 慢慢說 我 我 我要讓你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我要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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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動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勢力 我要讓你成為受人重養的陆氏太太 我要念念成為萬人矚目的掌聲明珠 明天 明天 明天我就去你家提醒 好 好 那你這幾天好好休息 好了就來提醒 陆北城 你剛剛清醒 我建議你在醫院再住幾天 不 你已經等了八年了 一刻鐘我也不能讓你再等了 哪怕是一秒鐘 明天我就去提醒 明天我就去提醒 別說是做輪椅 哪怕是躺著膽降 我也要去提醒 隨身那有幾個八年 我要讓你成為西南上第一家座 我要讓全世界 所有的名流和富豪 都來見證我們的幸福 明天我就去你家 向你的父母提醒 好 相信我 好 八年了 人生有幾個八年 奇蹟呀 真是你學生的奇蹟呀 陈希啊 祝福你 這麼多年的辛苦沒有白費 王醫生 謝謝你這麼多年來 對我的照顧 明天北辰就會來我家提親 我想邀請您過來做個見證 他昏迷了八年 剛剛醒來 連路都不會走 怎麼去提親呀 就算北辰說的話 有可能是胡言亂語 但我相信 他明天過來娶我這件事情 一定是真的 雖然我已經等了他八年了 但我的心跟他一樣 已經迫不及待 想跟他結婚了 希兒 相信我 明晚 我將如月而至 陳希兒 你是不是瘋了啊 你的人生才剛剛開始 為了一個職務人 你要斷送自己一輩子嗎 爸 雖然我沒有跟他結婚 但從我答應他求婚的那一刻起 我就已經是他妻子了 我怎麼能忍下他不管呢 更何況 我還還了他的孩子 是啊 芷剛 孩子是無辜的 既然這是閨女的選擇 那這就是她的命 咱們不能眼看著不管啊 你叫我怎麼管啊 爸就你這麼一個閨女 雖然說咱們家裡條件不好 但你也是我跟你媽 疼在手心裡長大的 我不能眼看著你往火坑裡跳啊 何況 那小子昏迷了這麼久 他的家人一次也沒聯繫過 難道這都讓我自己管嗎 爸 你還有爸 還有其他親戚朋友 但被陳就他一個人 我不管他誰管他 要管 那以後你就別喊我爸 我給你斷絕夫女關鍵 爸 你又收拾那工具箱幹嘛 老王 要我給他打幾個木箱 明天一大早就給換回去 收拾收拾 不行 你這腿前幾天剛在工地摔傷 沒去醫院看不說 這又要出去幹活那哪成啊 我定金都說了 不去哪能行 我這腿也沒事 過兩天就好了 你別以為我不知道 你不捨得去醫院花錢看腿 你悄悄地給陸北辰交醫藥費 你倒是大方 你說吧 我就這麼一個閨女 我這個當爹的 能真的不認得嗎 何況 現在又有了念念 壓力更大了 趁咱們還能鬥 能幫一把 就幫一把吧 嗯 一直以來都有陌生人幫北辰交住院費 還總是在病房裡留下小孩的用品 原來是 是爸 原來他一直在背後 這麼支持我 爸 爸 媽媽 是女兒不孝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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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媽 謝謝你們這半年來對我無私的幫助 媽媽 媽媽 謝謝你們這半年來對我無私的幫助 我 我不知道 你們這些年對我付出了這麼多 也不知道你們的生活因為我變得這麼艱苦 是女兒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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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孩子 你幹什麼呀 快起來 阿娘沒回來了 她回來幹啥 她醒了 快起來 陸北辰 她醒了 媽媽 她醒過來第一句話 就是跟我說 她要過來提親 媽媽 你們的辛苦沒有白費 你說的 是真的 這八年 你終於入院了 媽 她真的說了 明天要來提親 對 她說 她也通知家裡的長輩 明天就過來提親 哈哈哈哈 見了這個臭小子 我得好好說道說道 八年了 我閨女 給她吃了多少苦 爸 她以後啊 她又再敢欺負我閨女 我就騙了老命 也找她算賬 爸 你同意了 你還愣着幹什麼 通知親戚朋友 把我存了十多年的老酒拿出來 不醉不歸 這就去啊 不醉不歸 我們家呀 苦情甘來了 苦情甘來了 乖 喂 莉莉 喂 妹妹啊 什麼 你要嫁給那個傻子 她不是傻子 她已經清醒了 她醒了第一句話呀 就是要來我們家提親 一個廢人 來你家提親 有什麼值得激動的 再說 清醒了 我也還是個送外賣的嗎 我之前給陳希介紹那個身價上百萬的馬老闆 也沒見你們這樣激動啊 陸北辰她說了 她要邀請各界名流 都來做個見證 你快笑死我了 我看是邀請各路外賣豪杰吧 哈哈哈哈 一個植物人傻子說的話你們也信哪 活該你們家受求啊 行 明天啊 我帶著我老公一起去 哦對了 我老公啊 現在是黃鼎集團的中策 我告訴你啊姐 如果你真的讓陳希 嫁給這個沒錢沒背景的廢人 那才更加受罪呢 不如我讓她重新介紹一個給你吧 不用了 我只要陸北辰 活該受罪 秉戴家主 少主有消息了 快說 我們通過天眼追查 在江城的一所醫院發現了一名匿名捐款人 通過這個線索 利用面部識別 我們將照片進行了復原 北辰 是北辰 真的是北辰 是 是北辰 恭賀大小姐 尋得少主 可 她這是在醫院呢 八年前的一場意外 少主疼了職務人 這是當地媒體給少主試機的報道 當廉價的表白不明接道 純粹的愛意便顯得寥弱清晨 江城女子 只為等待職務人男友苏喜 她們用實際行動詮釋了 世間尚有真情在 夫妻相愛 比萬難 世間竟有如此始至不渝的奇女子 這陈希 竟然義無反顧地守護了北辰八年 臭小子 你終於聯繫我們了 姐 二叔 這些年我 北辰 我和北月都已經知道你發生的事了 二叔 那我就直說了 在我 成為職務人的這八年 陳希一家人付出了太多的艱辛 我打算 明天正式向她的父母提醒 我要讓她 成為這個世界上 最耀眼的女人 嗯 恳求二叔和姐 成全 好 咱們陸家所有祖訓 陸氏家族非名門望族不得聯姻 但是 我覺得這世間萬千豪門的千金加起來 也不如她呀 正如北辰所說 陳家出身寒門 那我陸氏 就把她變成豪門 傳我命令 我等聽令 通知大夏全境 陸家將前往江城參加少主大婚 對陳家最大規格尊重 普天同慶 四海皆知 是 先知啊 二叔 這就為你向祖先奏情婚書 王天在上 後徒在下 陸北辰為陸氏第三十代傳人 已將祖宗之絕學 同归亂通 其人問一八年 已然 藏天有眼 誘我陸氏 幸得陈氏有女 陈希 不辭老土 其心照料 其行為感天 其善為動地 今日 我陸家族人正式提親 與江城陈家 結為殷親 永世交好 夫妻二人 集結良緣 此生無悔 出發 江城提親 無謀 陈希 我安排人過去接親 我們酒店見 你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好了 今天 全世界都將圍著你轉 知道了 陈希 你剛才在聽相聲呢吧 還全世界都圍著你轉 真是笑死人了 是北辰 在等我開心呢 嗯 就這 你還真打算嫁給那個植物人啊 我不在乎這些 只要是他就好了 還真是不知好歹 對了 你那個植物人老公呢 怎麼沒見著他 唉 老伴 人家老公 都是植物人吧 你怎麼靜出人痛楚啊 也 陳希啊 他都那樣 你怎麼還守著他呀 只要是陸北辰 我願意守他一輩子 陳希啊 這過去啊 論工作 論事業 你確實比我強那麼一點點 但是你找男人的眼光啊 確實比我差遠了 你看我老公 這堂堂黃鼎集團的中層領導 年薪八十萬 現在還被黃鼎集團的高層領導給看中了 要重點培養 他之前要給你介紹一個黃鼎集團的小領導 你還不樂意少了 一個上層社會的精英 一個底層的臭外賣員 你到底怎麼行的 媽媽 我的陸北辰不比任何人差 還真是不知好歹 那我倒是要看看 你是怎麼後悔的 喝茶 不行 我不留意 陳希 絕對不能嫁給那個植物人 他不是植物人 陸北辰已經醒了 那又怎麼樣了 這個植物人 醒了身上能有多少錢 還不是幹老本行 去送外賣去 我跟你說 他們要是真結婚了 你們就跟著受苦吧 陳希呢 也不是不能嫁給他 讓那個陸北辰拿八十萬的彩禮 要不然 這事免談 對 對對 必須要給八十萬 還有啊 還要分我們一半 這 這陸北辰 他剛剛醒來 哪來的八十萬啊 再說了 要不要彩禮 是我們家的事 跟你們 沒什麼關係吧 放屁 那個傻子 住院 你管我們家借了多少錢 補貼堂 你這房子的房企 還在我這呢 妹夫 借你們的錢 我們會慢慢還的 再說了 這是二十萬 哪來的四十萬 誰家借錢不算利息啊 我們的錢又不是大風掛來的 那白白借給你們 姐啊 我們是家人 我和你妹夫呢 也不是不講理 我不是跟你說了嗎 我這邊啊 給晨曦介紹那個大老闆 人家也不嫌棄晨曦帶個拖油瓶 你這個人家光是聘理就八十萬 你乾脆啊 讓晨曦嫁給他 你這樣就不用你們操心 我想嫁給誰就嫁給誰 不用你們指手畫腳 我邀請你們過來 是想得到你們祝福 如果你們不願意 請你們離開 晨曦啊 咱們可是親戚 你居然趕我們走 實話跟你說吧 這幾年啊 為了給那個馳文治病 你父母 可是把周圍的親戚 都給見了個遍 現在 所有的親戚 都不想和你們這些窮光家打交道 如果啊 你再把我們趕走了 你們家 可連半個親戚都沒有了 如果是這樣的親戚 不要也罢 我和陸北辰 照樣比誰都過得幸福 你們放心 你們的錢和利息 我就算是賣血賣慎 我也會還給你們 一分都不會少 哎 姐 你看看陳希說的是人話嗎 甭跟他們廢話 陳世哥 今天我就給你兩個圈子 要嘛 就把陳希嫁給馬公子 要嘛 你就買了准 合作給我欠了 你的房子歸我 全家人都給我滾蛋 陸家內門弟子陸仁海 邪屬下 供應家主歸類 提親事宜準備的如何 請家主 按照您的吩咐 三重聘禮 已準備好 大廈百大豪門 已起身前往陳家 江城市八星級至尊酒店 已預定好 隨時恭候陳小姐 我即刻 起身前往陳家 經商第一重聘禮 出發 是 陳希 不是我說你 這人呢 他就應該現實一點 你自己一個人吃虧也就算了 你爸 你媽 還有孽孽 總不能這一輩子 都跟著你一起吃抗宴菜吧 這下倒好 你們這一家子 都要睡到大街上去了 媽媽媽媽 這個長得抽象的阿姨 嘴巴好臭啊 王莉莉 如果你也這樣 我請你離開 我給你臉了是不是 我是看你可憐 我才來看看 你還真以為你捡到一個白馬王子 他就是一個送外賣的臭傻子 你稀罕得跟個寶貝似的 我呸 一個沒權沒事的廢物 來你家娶你 還把你們一個個高興成這樣 你以為我們願意和你們來往是怎麼的 啊 哼 說吧 到底是現在搬出去 還是嫁給馬公子 爸 媽 對不起 是女兒連累你們了 住口 你沒有對不起我們 只要是你認定的事兒 我跟你媽 就算是住打劫 也絕不能毀了你的幸福 這合同 我欠 你 這 傻孩子 大喜的日子不准哭啊 不吉利 孩子啊 我們能做的不多 只要你能幸福 我們都會支持你 往後 就靠你自己了 啊 趕緊想有辦法吧 這破房子最多只二十萬 馬公子可是給了咱們四十萬才利 這錢都花差不多了 這晨曦要不嫁給他 咱們怎麼賭這個窟窿 那我有什麼辦法呀 他已經把合同簽了 我怎麼能把晨曦押到馬公子那兒吧 怎麼不再說 你再說 嘘 超級快點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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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家 吉时已到 我来接亲了 我来接亲了 你是谁 北辰呢 你还惦记那个傻子呢 这位就是我说的 身价千万的马公子 马公子 您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啊 我知道你是个废 这是我要是不来 这婚事能成吗 马公子 陈夕一家酱得很 他们说你可流落街头 也不愿意嫁到马家 他们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 就是 哭噪 这大喜的日子 最讨厌这种 敲舌根的香也存福 陈夕 不好意思 没有吓到你吧 吉时已到 我们走吧 放开 我今天嫁的人是陆北辰 我不管你是谁 立刻给我滚出去 别闹 彩礼钱你们都收了 怎么 现在想反悔了 好 不就是要钱 你说个数 我加价就是了 原来你们 偷偷说了彩礼 还逼我卖房子 咱们可是欠欠 你们怎么能办出这种事来呢 啊 玉梅 你可是陈夕的亲小姨啊 这样做 你不丧良心吗 我丧良心 就是因为我有良心 才给你们介绍这么好的心事 你们现在欠了一屁股债 房子都没了 你们还指望这个 臭送外卖的傻子来过好生活 快别做梦了你 可不是吗 只要你们同意这门婚事啊 不但你们家是祖宅保得住 还能得四十万彩礼 我们 这是为你们着想 够了 合同我们已经欠了 这房子是你们的 爸 妈 我们走 哎 陈夕 你快清醒点吧你 这这 马公子 年轻又为 一表人才 比你那个废物 强一万倍 就是 你嫁给他肯定会幸福的 躺一下 我是说过 他要嫁进马家 但新郎官 不是 七时将近 把新郎请进来吧 快 五分钟内必须抵达陈家 十二点之前 必须接回他们到达至尊酒店 马公子 你这是 这位 这位 便是我伟大的父亲 他四十五岁 便白手起家 创立了江城 第一建筑公司 马氏集团 就在他功成名就之时 却因疾病 遇世长死 我的母亲 草年便离开了 为了弥补我父亲上感情的缺失 我决定在他诞辰之际 为他寻得一份良缘 让他在极乐净土 不再孤单 马公子 你的小心 赶天动地呀 真是闻者伤心 听者流泪呀 不过呀 这陈希 是我亲外甥女 让他配明婚 我真是不忍心呢 哪家钱 刘雨梅 你说的是人话吗你 我理解 人之常情吗 这是五百万 是你们这种人家 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陈希 我们马家 不搞封建迷信那头 绝不会害你性命 也不会让你陪葬 只要你嫁进我马家 做我的小妈 只需你每月初一十五 为我父亲 焚香祈祷之外 你购物逛街随意 而且我每个月 还给你五十万的零花钱 怎么样 可以跟我走了吗 哎呀 陈希 这嫁过去啊 是比较寂寞 但是比起 你跟着那个植物人手活寡 这马家可是更有性价比呢 你们闹够了吧 你今天就是死在这儿 我也不会跟你走的 不是抬句 来呀 是 起时已到 让老夫人 就地拜堂 是 何人敢敢与陆家抢亲 陆家 难道是大家 第一家做陆家 不会吧 今日是我马家 再次迎娶竹木 阁下又是何人 今日到访 又是何意呀 江城 马家 正是 你 你个小小的马家 还不配知道我事 趁我还没改主意之前 赶紧给陈家 跪下磕头认错 带着你的集合口 都滚出陈家 我要是说不 一分钟内 清算将成马家 哈哈哈哈 你这个笔装得可以呀 我给你满分 你绝不够 我给你一个小时 赶紧 我给你一篇 我倒是要看看 你怎么清算马马家 陈夕小姐 我是陆氏门生陆震海 来迟了 让您受惊了 抱歉 陆氏 是 陆北辰吗 别他妈演戏了 你个宋门门的傻子 只不过碰巧性了陆 就拿着大厦第一豪门 陆氏 马总 不好门 公集团招呼被统结了 而且合作张权的单方面 终止了合作 我们 我们破产了 怎么可能 这 怎么可能 这 你 你 这是 我说过 你不配之 来啊 给我带下去 如出将程 是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是谁啊 我也搞不清楚 此生气阔 与此成说 执子之手 与此息了 陈家有女 名曰陈希 其情真义气 感天动地 其始至不渝 荡气回城 家主陆北辰 今日提亲 在下陆振海 接聘 下聘 陈家 游娶陈希 游娶陈希 这第一重聘 与黄顶敌团 所有股份 请陈小姐签收 什么 价值数百亿的黄顶敌团 所有股份 这陆北辰 他到底是什么人 陆北辰 到底是什么人 你先起来 陆北辰 他人呢 家主 正在赶来的路上 陈小姐 家主 已经预定好了 至尊酒店 请您一步 爸 爸 我们走 这至尊酒店 可是八星级酒店 这陆北辰 什么时候 这么有钱了 他要把黄顶集团 送给陈希 我在黄顶集团 干了六年 我从来没见过 这好人 走 看看去 嗯 咱们也去看看 去 走走走走 这至尊酒店 这么豪华 陆北辰 这么有钱 我算是想明白了 他肯定是 用起了所有身价 用脸充胖子而已 我看也是 哼 家主正在赶来的路上 将带三重聘礼 前来提借 三重聘礼 是 这第一重聘礼呢 就是财富 只有拥有财富 才能让陈家 这种最底层的百姓家庭 会变成有底气 能会及子孙 敢直面世界的好人 这第二重聘礼就是冥王 只有拥有冥王 陈家还能真正的成为一方霸 得到江城 乃至大下国的认可 第三重聘礼 不负家人不负亲 是少主 真真正正的爱心 什么叫做 不负家人不负亲 家母八年来的坚持 与付出 胆天动愈 我们陈家人 所有人都认为 你值得这一级 所以 这第三重聘礼就是 真心 羽翼 不负家人 不负亲 闭嘴吧老头 我们黄鼎集团 可是市值数百亿 那背后 更是有大厦第一家族 陆家的支持 岂是他说小送 就能送吗 哼 我现在 就跟我们总经理打电话 告诉他 有人冒充黄鼎集团的高层 喂 沈总 陈小姐 这是第一重聘礼 请您牵手 等等 哎呀 还真是演了一出好戏呢 妙 妙啊 陈欣 你说你为了撑面子 这找了这么多群演来陪你演戏 不过你忽略了一点 我老公啊 可是黄鼎集团正式的员工 什么陆振海 他都不认识 他呀 就是个假冒的 不会是故意找些演员 死撑面子的吧 真是 陈欣 你说你穷就穷吧 还爱面子 还演了这么一出戏 陈欣 你真让我恶心 王莉莉 你什么意思 你才会演呢 你跟花阿姨最会演了 你 你 小屁孩 我才不跟你计较 我才不跟你计较 嗯 你 是什么人 我老公啊 可是黄鼎集团的宗司 怎么 你还想当着他的面 把这黄鼎集团送出去 你知道这陆氏集团何等高贵吗 还敢在这儿冒充陆氏 你们呀 完了 王莉莉 你 我老公已经通知了黄鼎集团江城的总经理沈超 你们知道沈超是什么人吗 他可是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 在黄鼎集团的高层上也是能说得上话的 抱歉 我不认识你说的这种看门狗 大胆 还敢在这儿大言不惭 沈总马上就等 胆敢冒充黄鼎集团 从今日起 整个西南省都会断了你的生路 这天下之大 再无你容身之处 你就是陆正海是吧 你完了 陈希 你也完了 还有你们整个陈家 都完了 从今日起 陈家灭族 而我 即将踩着你们陈家 飞上枝头 这陆北辰 他怎么能这样干呀 陆北辰竟然冒充陆氏的人 老头子 这可怎么办呀 陆先生 你快通知北辰 别让他过来了 陆氏全是滔天纵横商界 我知道北辰是想给我惊喜 但这要是被陆氏知道北辰冒充家主 他肯定 陈小姐 如果我说陆北辰就是你口中内的权势滔天 纵横商界的陆家家主的 什么 大胆 你不仅敢冒充黄鼎集团高层的位置 还敢冒充陆氏 我看你是找死 陈志刚 你好大的勾胆 未来在我这死成面 居然敢找人冒充陆氏的家人 你们怎么打人啊 我姐真是瞎了眼 找你这么一个废物 生个女儿找老公也是个废物 给巴士饭台里都拿不出来 居然还敢冒充陆氏集团的人 你们有几条狗命啊 我们可没冒充啊 黄鼎集团董事长陆耀宗参见家主 公营家主归位 陆耀宗 你是陆振海的儿子 家主 你还记得我 上次见你的时候 你还是个初中生呢 一转眼 都是个董事长 全靠陆氏提携 药宗 感恩戴德 准备的怎么样了 家父已将主母迎至酒店 请在场诸位见证啊 我们和陈志刚 根本就不是什么亲戚 请大家不要当真啊 我根本就不认识陈志刚 对 他们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 隋小姐 你退后 我来处理 来啊 给我拿下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行了 不要挣扎了 他们冒充陆氏 死罪一条 现在众目睽睽之下 我们是他们的亲戚 现在我们和他们反目成仇 为了陆氏的尊严 说不得我们就要大义灭亲了 好 那我们就把大义灭亲 表现得再明显一些 陈志刚 你找人冒充陆氏家人 我们誓死不同意 誓死要反抗到底 对 反抗到底 绝不能让陆氏谋笑 不能让陆氏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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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先生 陆北辰 他也是一番好意 他就想 让我们在亲戚朋友面前 让我们沉稀 让他们高看 可我们 不敢冒充陆氏啊 是啊 陈小姐 我认为 这些亲朋好友的反目成仇 不是什么坏事 这还不算坏事啊 陈先生 这对于我们将来说 是天大的好事 不过 可能要委屈你一下 王小姐 我们确实就是来看看热闹 不是什么陈家的亲戚 是啊 王小姐 一会神总来了 请你多把我们美言几句 刚才新女说了 陆氏最讨厌招摇撞骗之人 举报者大功一见 那么我 怕是也能进入 黄鼎集团高层的演 从此以后在江城 我王莉莉也将评估金云了 好闺蜜 这次就让我踩着你上位吧 陆先生 要不 陈先生 我们家家主八年前 就想娶陈小姐过 由于出现了意外 导致推迟了把你 如今家主苏喜 是你们陈家 一飞登天的事 家主 听礼全部经典完毕 芝西 你守护我爸的 从今天起 我守护你一生 陈先生 看清这些 亲朋好友的嘴脸了吗 试问 如果没有彻底反目的话 几日后 陈家崛起 这些所谓的亲朋好友 会趴在你的身上 吸你的血 我记得 陈小姐和刘宇梅一家 没什么交流 可他们今天来了 为了区区八十万的财礼 面露仇慨 这样的心情 不要引发 为了区区的八十万 尚且如此 那以后 我们家的财产 局役之时 这些吸血的马床 又该如何呢 陆先生 您说的没错 您觉得 应该如何呢 既然已经开始了 那就彻底 与他们断清关系 陈小姐 你将成为陆氏的主母 他们 能成为陆氏主母的 亲朋好友 你 我 我看他们不够格 谁不够格 谁不够格 是谁啊 是谁竟然敢冒充 黄鼎集团之人 他 他 就是他 他就是那个陆正 他说 要把我们黄鼎集团 送给陈希 我在集团这么短 从来没见过他 我负责黄鼎集团 江城的业务十年 只知道 黄鼎集团董事长 叫陆耀宗 年纪二十三岁 至于这个叫什么 陆正海的 我听都没听过 我倒要看看 这个凭空出现的陆正海 行什么 将黄鼎集团 死为别人 什么 咱们黄鼎集团的董事长 陆耀宗 才二十三岁 等 等一下 能否让我亲自 推推家主 沾沾光 陆耀宗 你屈屈江族弟子 也配 伺候江族 是 耀宗预举了 陆总虽然年仅二十三岁 但我传闻说 已经是陆氏内门子弟 本人有幸 被陆总亲自接见过 都深难忘啊 以后对陆总 不要直呼其名 要尊称为新手 听懂了吗 是 你们竟然赶紧一般演员 来冒托 黄鼎集团招摇撞骗 罪无可赦 从今天起 你们 在江城 吵无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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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前行 我 家主让我 今日将你 经营的黄鼎集团 送给我岳父 心里可有不痛快 陆总 能将我们经营的 黄鼎集团 送给主母 还让我父亲亲自去做 是对我们的认可 这是我们的荣幸 不会让你白做 以后 南非那边 所有医疗行业 都交给你们俩负责 是 我陆老宗 终于要在陆氏出头了 接命家主 黄鼎集团将军总经理沈超 与陈家发生了矛盾 什么 他们质疑陆正海先生的身份 质疑陈家 是死罪 家主息怒 我现在去处理 这些 你按照我说的 你按照我说的 王莉莉 我们没有演戏 也没有必要演戏 哎呀 陈希 你还装什么装 我又不是没见过 你那个前男人 他就是个臭送外卖的 穷屌丝 满身穷酸味 小姨 你们也这样认为吗 闭嘴 别叫我小姨 你以为像你这种穷亲戚 值得我赏脸吗 再赏你们几个巴掌 我都些晦气 好 好 好 大家都是一家人 何必要这样 呸 谁跟你们是一家人 能互帮互助 那才叫一家人 那才叫亲戚 你们家都这么穷了 能帮上我们什么呀 啊 陆北辰 可以了 我想 我爸妈已经彻底看清楚 他们所有人 他们不是亲户好友 而是一群等着吸血的马皇 哎呦喂 咋了 哎 你这演戏演着演着 咋还上瘾了 你还真拿自己个儿当真了 哈哈 疯了 真是疯了你 真的就是真的 何须演给你看 哎呦喂 还在装呢 这是笑话 就是 敢冒出黄鼎集团的人 你又是谁 西南省黄鼎集团 陆耀宗总是长 经典的江城分部总经理 沈超 从现在开始 你不是 陆耀宗 是我儿子 报仕 都别动 让他打 能替陈小姐挨打 是我的东西 演呢 继续演呢 演不下去了吧 老东西 你不但敢冒充我们黄鼎集团的高层 还敢冒充我们陆总的父亲 你死定了 陈家人呢 还不给我滚出来 长得不错 可惜演技不太行 如果你现在给我跪下道歉 我或许还能放一条生命 是吗 如果你觉得我在演戏 那这场戏即将杀青了 你感觉到了吗 还要是配合他们演戏的 都给我滚出来 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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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不是陈家的亲戚 真不是 你们不是他们的亲戚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怎么可能是这种贱人的亲戚呢 对对对对 他们跟我们一毛钱关系没有 你千万别误会我们啊 那你们免 在活最难逃 沈超 你口气不小啊 都市长 一言定生死 沈总经理好大 安危呀 都市长 您不知道 这帮人竟然敢冒充黄鼎集团的人 尤其是那个老东西 他竟然敢冒充殷父亲 董事长 就是他 老东西 看到没有 我们董事长亲自到 还不赶紧跪下 跪下 爸 爸 你没事吧 你敢打我爸 陆北辰邪路一三重县礼 第一重家里 九千九百九十九万 前来提亲 爸爸 请岳父大人同意我与晨曦的会事 我手就出去了 不不 太多了 谁也太多了 确实太多了 没想到 这黄鼎集团 还有这么多现金 陆北辰 我不只用这么多钱 不 在我心里 你比全世界都值得 任何人 都不能用金钱的价值来哼酿 陈夕 陈夕 这没有你 便没有陆北辰的 从我心生 当我再次睁开眼到那一刻 我便知道 我此生定不会赴你 这万千好礼 抵不过八年前的一句话 我愿意 陈夕 嗯 我现在还不能走路 没有办法向你担心归地求美 时隔八年 我想再问你一次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我愿意 不管这个问题问多少遍 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我爱你 深情不如酒般 我希望在我的生命中 开始是你 陈夕 嫁给我好吗 我愿意 中间是你 最终还是你 北辰 医生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 救救北辰 除非 除非有奇迹发生 这叫一件事 之前对我 你都差不多 这就这种 你负担的起码 一开始啊 我认为路被沉人是不行 我也不想接这样的换转 那样 在我心中 又多了一个治不好的人 但是 陈夕每一天都在坚持 我也开始慢慢的期待 有奇迹可以发生 奇迹真的发生了 奇迹哪有这么简单呢 在这八年时间里 开始只有陈夕一个人在坚持 她的坚持 感动了我们医院的每一个人 也感动了她的父母 我们所有的人 都在为陆北辰的苏醒而努力着 奇迹终于发生了 她迟到了八年 现在 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爸 妈 这是我男朋友 他叫陆北辰 也是我此生的至爱 他今天过来提亲了 将你们女儿嫁给我 从今以后 西娅就是我的所有 我不会让她受到一点点的委屈 我由她所有 想她所想 爱她所爱 不是一时兴起 我是真的想给陈夕一辈子的幸福 虽然这份承诺迟来了八年 但我无时无刻地不再想她 请相信我 我会用行动来证明 可以吗 好好好 现在 陈志刚是我的岳父 刚才是你们谁欺负了 站出来 站出来 你看我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别以为你找了一个残废老公 你就了不起 还有你 我承认 你在这西南省确实有点优势 就连这黄鼎集团的董事长 都要为你撑腰 但是我不怕 告诉你 就算你要报复 那我也不怕 毕竟我也不在这西南省 我们没有报复 萤火不配与昊月真辉 装什么装啊 七七 这位是 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怎么 你还要对我一个女人都说不成 走了 哎 你们给我让开 如果你们再不让开 我就报警了 你报警 你快让他们让开 你就是陆北辰是吧 我告诉你 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我王莉莉 这大小也是个人物 你如果还敢欺负我 那我一定会让你 吃不了兜着走 就凭你 那是西南地下皇 建了我们家主 也得跪地扶手 把他给我抓起来 你 你们抓我一个落女子干什么 这那么多人啊 你不赶快让我走 落女子 刚刚你可不是这个态度 那刚刚 刚刚也不是我一个人啊 他们都参与了 你怎么不把他们也参与了 而且 就算是我们错了 这那么多人了 你总不能让他们都死了 对 就算到陆北辰再厉害 难不成 他能对我们所有人都斗手吗 哎哎哎 大家伙都来看看 明明是陈希 他们一家人隐瞒身份 还找了个这么好的女婿 他们居然都不告诉我 这 这分明是没拿我们当亲戚看的 这是 哎对 他们不仁 就不能怪我们不义 我们大家伙都站起来 一起反抗他 不能让他们太得意了 就是啊 怎么说我们也是陈希的亲戚 说他几句怎么了 我们就说他几句怎么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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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啊 我们这都是为了陈希好 你看怎么还斗打一耙呀 真是狗咬一斗鞭 你说人家这种人看起来不太好惹 咱们这么做会不会出事啊 哎 发不则咒你知道不 我们这么多人 难道他还能对我们都出手 再者说了 咱们毕竟是长辈 谁能对长辈动手 我这就不信了 早知道啊 就八戒陈志刚了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他们呢 现在是在反客为主 咱们必须要前面一点 毕竟咱们是成辈 数得以后啊 咱们还要从他们几个身上 老天好处过来呢 陈北辰 我是陈希的姨父 你不要以为你在西南能一手遮天 你可知道我儿子是谁 你敢动我 你儿子是谁啊 我儿子可是北京霸主的八大心腹之一 我懂了 你儿子一会就会到这里 他会和你口中的北京霸主 一起到这里送聘语 陈北辰 你可未必有点太狂我了你 陈北辰 我承认你在这西南省确实有点实力 但那可是北京霸主 整个世界的地下皇帝 还他来亲自给你送聘礼 你算什么玩意儿 陈北辰 你敢对霸主不敬 我看你是自觉神木 我刚才打了陆耀宗的父亲 我完蛋了 我得和他们站在一起才行 我不能闹单了 只要嫁了他们 这么多人 就算是陆耀宗 亮灯也不敢拿我们这么多人怎么样 我沈超也不服 我跟他们一会儿吧 怎么着吧 北辰 不急 小陆 他们不全是西南省的人 岳父 你的意思是 大事化小 小事化柳 虽说面子上过不去 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算了吧 算了吧 他们这么多人在一起 要是意气用事的话 怕也不好收场啊 岳父 岳母 陈仙 你们知道为何 定亲是三重聘名 第一重聘名 财物 他是一个家庭的根基 第二重聘名 冥王 他是维系财富的一道城墙 如果 西南省第一家族陈家 被这些臭鱼赖虾的存在 所胁迫了 别人会不服的 可你已经给了很多了 我们陈家已经很强大了 现在 不 如果你的名望不高 你就守住自己 你看 这些人性沦散的人 他们网图当了芝麻黄 来吸我们的血 北辰 陈家 我们就不能变成不同人了 嗯 你起来 一入后为生死 我们必须奋力前行 甚至比寻常人更加努力 寻常的人家 如果倒下 大不了从头来 假如我们倒下了 便会死无葬身 我懂了 可是 他们这么多人 陈小姐你多虑了 这些人在意 也就是声势浩荡 其实没什么意 别说是当今的陈家 就是当地的地头蛇来 你也能把他们一锅给贵 你呀 对陆氏 还不够了解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欺辱我岳父一家的人 向前一步 大家别慌了 他就是吓咱们 他就是要把咱们分散开 然后逐个击破 到时候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只要我们联合起来 把这件事情闹大了 他就得跪下向我们道歉 对 一双筷子容易被折断 一百双筷子就折不断 就是 大家看哪 陆北辰他这么有钱 彩礼送了九千万呢 他们做生意的人呢 最害怕把事情闹大了 只要咱们联合起来 只不定他陆北辰 还得给咱们腿礼道歉呢 说得对 他想要钱 肯定会怕把事情闹大 刚才啊 他威胁咱们 视频我已经录下来了 今天 他要是不给我几百万 我就把它发到网上去 陆北辰 这大家伙都站起来啊 你能怎么样 我知道你有点钱 但你有钱有个屁用 你威胁我们又能怎么样 难不成 你也想把这件事闹大 你想表达什么 这样吧 五百万 你给我们每个人五百万 再把我们放了 我们 就当没发生过 谁给我放了你 岳父啊 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人性 他看你只要退了一步 他就以为你怕了他 从而在你身上索取更多 哎呦 你别在这说些有的没的 陆北辰 我明摆着告诉你 我这前男友啊 可是东家上家的少爷 而我 现在依旧是他的情人 怎么 你这手还能伸出西南不成 莉莉 你 你别在这废话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乎这些 懂了 原来你的依仗 是东江省的上 是又如何 别以为你称霸西南 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告诉你 只要我一句话 就可以让东江上家 全力地制裁你 你信不信你的一句话 就你害死东江上家 哎呦呦呦 就你啊 就你这个植物人 哼 这一个农村女人 一个植物人 还都爱口出狂言 这 还真是绝配呀 有一个女人 她叫王令 她的情人呢 是东江上家公 三分钟内 让上家消失 你 是 家主 你一句话 你就害死了 千里之外的上家 这会儿啊 上家估计花了疯的满世界 再找你 放了他吧 我要看看 他的依仗上家 是如何制裁他的 王小姐 请吧 去 表弟 我给你备了份厚礼 明天你到西南 陈氏家族去拜访 这个家族 快要崛起了 啊 啊 陆先生 陆先生 有一个叫王莉莉的女人 你们认识吗 王莉莉 哈哈 我睡过她一次 怎么了 哎呀 陆先生 怎么了 蛆蛆蚁 你竟敢当众威胁陆家家族 真是国的不耐谈了 哎哎哎 就是管不好自己的裤子 陆先生 哎 陆先生 我现在就带着小弟 去跟家族请罪 你能放过我们吗 哎 嗯 陆先生 我只和他睡过一次 我连他什么样我都不记得了 这和我上家没关系啊 陆先生 天可怜见 你就饶了我们上家吧 是 饶了我们上家吧 家族有令 三分钟之内 上家从江东彻底消失 你看是你们自己体面 还是我们帮你们体面 哥 哥 哥 我们上家是不是完了 上家完了 他愿上去 上家人得令 是 心思 我为诸少王力 是 是 哦 知道了 家族 上家已灭 上家已灭 上家 上家 你 在你 说灭就灭啊 你以为我王莉莉是下大的 五百 啊不一千 你给我一千万 又让这上家原谅你 看到没有这上家来电话 喂上上 王莉莉 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东江省上家与你不共戴天 上上 这是 你一句话 又断了我上家的生计 王莉莉你可死吧 啊不是 上上我 你刚才说我不敢对你动手是吧 呃 不是不是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回家主 张强男四十六岁 江城强盛房地产总经理 年收入五十万 陈希 这个男的他是你的姨父啊 他 不再是 你 我没有兴趣欺负小人我 马上通知强盛房地产 让他们老板自己结算去吧 是 你还一分钟让我们倒闭 你以为你是 我 杨强 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一次完蛋了都是你爱的 我 你今天还是 上千入地 你不能够死 стр 老板 老公 跑 我 你们都说否则住 好 今天我绝对不会找各位的麻烦 你们只会感受到 这世界的天塌了 我是晨曦的小姨 你能拿我怎么样 晨曦 她是你小姨 已经不在世了 这位女士 你又是从事的哪个好 又仰仗的是谁 你别以为你认识几个人 你就无法无天了 我可是报社的记者 你难道就不害怕 我把你今天欺负人的视频 给你曝光出去 啊 曝光 是哪家报社 江城办的网社 断了心路 是 年轻人 又是从哪里工作 对不起 都是我永远不知泰山 都是他王莉莉苦惑我的 请你奉务一马 好啊 谢老板 谢老板 那你去那里会上三天三夜 如果你还活着 那你从这里 谢陆先生 谢陆先生 去吧 陆生 对不起啊 求求你们别变了上家 都是我的错 求求你原谅我吧 他怎么还在这儿 你们别碰我呀 放开我 李星云 救救我呀 陆先生 我也是陆氏的人 我担任江城分部总经理 这么多年 是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您不能这样 您这样 会让大家寒心的 好 你是江城分部的总经理 对 我是 去 牵一条狗上来 是 从现在开始 他将是我们江城分部 新的总经理 将是我们江城分部 新的总经理 家主 把沈超交给我吧 你自己认 自己解决 陆先生 我错了 我求您 千万别把我交给他 我愿意给您跪下 我愿意给您当狗 董事长 我求您 董事长 带走 董事长 董事长 一个所谓法不责重 难以收场的局面 他就这样几句话 轻飘飘的破解了吗 法不责重 是吗 我现在就给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 西南省第一家族徒人 经陆家主之命 写第二重聘礼 来此提心 此理 宁约声望 我西南王 今天 会被让贤 从此 向江城陈氏家族效忠 从今以后 我力挺陈氏家族 成为西南省第一豪门 从现在开始 这些家族徒家 将开始力挺你们 助你们成为 西南省第一徒家 西南王家 就连我们这种 普通老百姓 都如雷贯耳 你也知道他们 西南王家 是全省第一豪门 而西南省 江氏张家 白龙徐家等 接听他号令 而现在 他们已经 王家主 我们移步到 会客厅里去 招待客人休息 无关人员 可以解散 还好我没鼓气 看看这些人的下场 孟北辰 根本不用收拾我们 只要他一句话 他们便会生不如死 就像我 被归在地上的资格 都没有 快来快来 请坐 我给你倒茶 我给你倒茶 茶 是用那招 王家端坐 西南公关上 天上的人 怎么能喝凡间的茶呢 上酒 小鹿 小鹿啊 这恐怕 不是代客之道吧 哪有客人一进门 就让人家喝白酒的 别说话 那我就 确实不恭了 王家竹果然海量了 这一杯 恐怕 无法彰显您的气度 那我就 喝了这一瓶 那还有一香呢 小鹿 这怎么回事 陆北辰 这可是西南省 第一豪门的家主 而且 人家还是来送屁楼 你还愣着干什么 陆家主 有话 不妨直说 王天勇 这话 应该我来对你说 是 待会儿你就明白 这个王天勇 居心叵测 这种反常行为 确实没有勇气 江城第一豪门 张张辉 前来拜见啊 今日 我来送上这第二份聘礼 声望 诸有情人 终成眷属啊 拜见王先生 陆少主 你好啊 大胆 陆总也在呢 你对王天勇行 跪拜礼 却对我陆氏家主 只是鞠躬 你什么意思 你啊 误会 王家家主 带我张家不薄 今日一见 当然应该行个大礼 不过 我张家 今日前来 也是为了向陈家 效忠 既然 陆氏家 只要将一个 名不经传的城市 推成为西南第一大家族 我张家 事得力不 没什么可说的 诶 陈小姐 您看 我这孝中二字 写得如何呀 诶 小陆 要不算了吧 我们陈家 打了人家 到了 爸 现在的局势 恐怕掌控不了了 那你这什么意思 陈先生有所不知啊 陆氏有祖训 凡是陆家的人 不允许 应许 普通人家的女子 如今家主 铁了心 要娶陈小姐 陆家上下全力支持 所以只有一个办 那就是将陈氏 在一夜之间 变成豪门 怎么这么多道路 西南所有的豪门 肯定不能接受 一夜之间 一个家族强势崛起 他们既旦害怕陆氏 但他们心里 会是不舒服的 他们不是冲着陈氏来的 是冲着陆北辰来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陈家今晚上 不能强势崛起 那鬼蛋 就是陆氏的整个 在夜 我不懂这么多事情 是苦了我这个女婿了 她昏迷了八年 昨天才醒来 她究竟面临 什么样的压力啊 北辰 我要怎么做 才能帮助你啊 看明白了 今晚如果他们不服的话 事情就大了 今晚就是要让他们 从他迈入这个大门的时刻 就已经入局了 阿大 有鹏自远方来 怎么可能没有警啊 张家主也是豪爽之人 再搬一箱来 是 是 给我松开 松开 你们就断定 今天我不敢对你动手 陆少主 我们自问 没有做错什么 你要对我们动手 好怕 思量一下 天下人的眼光了 你们说这效忠 不早上的效忠 却少了一个心思 这意思是 你们不是真心的诚服 哼 你这是大不敬 哎 哎 少主啊 这可能是个误会 手底下 没文化 把字给写错了 可能是写错了 对对对 可能仅凭这个 就给我动手吧 这样 天下人会不服的 就是 我是陆家家的 而你们称我 为陆家少主 这是第二大不敬 我不管 天下人怎么看 但今天 你们两个人的荒语 自己考虑 得自己考虑 哈哈哈哈 医学巅峰 世家家主 竟还坐着轮椅 可笑至极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是因为 我们家主除了意外 刚刚苏醒 他这不是病 而是伤 这伤和病的区别 别给我记着这些 我不信 天下人也不信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今天 整出这么大的动静 在接近 立体陈家 就是要让天下人 闭嘴 让天下人 心服 来人 将这箱白酒 给我灌进去 陆少主 你怎么干 会失了天下人的心的 就是 吃了天下人的心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再也看不到 解开 我喝 陆北辰 今天这事 天下人不服你 没有任何的本事 这是一样的权势 以施压人的废物罢 我能尊 一生 杀人的路事 我是废物当家的路事 告辞 刘伯 你还想干什么 我说了 今天要让你们心服狗 我们赌一次 如果我赢了 你们两个 从此心甘情愿地 当陈家脚下的狗 胆敢有任何不尽 家族赋免 你要是输了呢 我如果要是输了 陆家家主之位 就让你 好 我们赌 你找个病来医治 我们赌 什么 拿刀来 你想干什么 你不要乱来啊 就我们都喝了 你还想怎么样 王家主误会了 我陆氏 以医学著称于世 而我是陆氏的家主 自然也习得了陆氏医学的所有的精髓 而我瞧着 王家主 却不相信 我不信又如何 我作为陆家的家主 岂能是你说出手 我就能出手 哪有这样的道理 所以 一次就好 如果我赢了 你从此 对陈家 扶手称臣 我输了 陆氏家主的位置 就让给你 你想怎么读 在你第三根肋骨和第四根肋骨之间 横着插进去 那是你心脏所在 你不妨试试 我能否把你医活 如果 我把你给医活 那说明我的医术 马马步 如果 我没有把你医活 那便是我入北陈属了 你放屁 我要是赢了 我不就死了吗 我要是死了吗 我就是赢了 我也看不见 你欺人拆肾 你欺人拆肾 但是 不敢 就闭上你的嘴 做好你的狗 你三番五次的 出言不训 所以 我要没收你王家一半的财产 你 你既然知道 我陆氏 以医学注射于世 那你可知道 陆氏医学的最高成就是什么 我死人 肉类 我早已达到那个境界 我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 如果五分钟后 你还是不敢 那你就从这儿 给我爬出去 爬到江城的市中心 以此 来惩戒你对陆氏的不尽 当你带着校团 踏进这个黑的身 就已经不能处去 张照辉 陆氏医学 你谁就不要按你 我不要赌 我要回家 站住 你怕是回不去了 今天这把刀 就必须得见点血才行 而你和王天勇还不一样 你的身份太低微了 你可没有他那样的选择 你要干什么 如果你赌我的医术 我已经达到了 活死人肉白骨的境界 那你就给自己一道 试试我能否把你医护 如果不敢赌 那就砍下自己的双手 从此消失在东方境内 活手段 原来是这样的闻局 不会是陆北辰 从头到尾 是几句话 就已经将人逼上了局 陆先生 我算了 我算了 我对不住你 都是我不好 对对对 是他逼着我 跟你做罪 陆先生 你 我 如果 如果 人人都来抑郁 那我路实的眼面放在哪里 和王 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 你还真想要落在双手啊 难道 你跟陈先生要落在双手啊 割掉舌头 你不是 你 你 算了 你 你 你 法不自重 逼宫 你们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角色 你们不会真的赢 我陆氏家主的位置 是捡来的吗 抬下去 同意 陆北辰 别以为我不会放多心 你不就是想让我知难而退吗 你不就是 我不敢和你独立吗 爸 我好了 出了个莽撞人 家主用的是杨某 大家质疑家主医术和能力 这医术巅峰 莫过于活死人肉白骨 家主让人自尽 能在他救服 可是世界上 怎么会有人敢把自己的命 交给别人呢 王天勇这个莽撞人 他敢 家主 我今天喊你一声家主 不再喊你上的 我王天勇 今天和你赌命 你戒不戒 爸 怎么办 快想办法 总不能 真让他死在这儿 他要是真死了 那路上的微影 恐怕会受打击 到时候 家主地位 恐怕也保不住了 你不会 别质疑家主的医术 你是说 就等你这句话 王天勇 动手吧 家主 是陆氏历史上 最出色的医 不仅一数 镇骨朔金 他的神母远律 也不是同龄人所能比 刚才 那两个人进门的时候 就已经入局了 动手啊 既然拿起了刀 怎么还不动手 我赌 但我用三个条件 讲讲看 第一 今天这事 需要所有的家主 都来见证 怕你说话不算数 可以 第二 我赢了 那我肯定已经死了 赌约上 陆家家主之位 就是一句空谈 所以 我死了以后 由我儿子来履行赌约 夺你 陆家家主之位 你大可放心 如果我输了 陆家家主之位 拱手心 哪怕是你临终之前 指定条狗 都可以 第三 给我三个小时时间 你要回家一趟 交代后事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 君子一言祭出 四马难追 快点快点 我只有一小时时间 快点 啊 黄庭武大哥有语言了 现在 西南省所有家族 立刻前往江城 一个小时后 黄庭武将和陆美臣不命 这不是把脑袋挂在别人的裤腰带上吗 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如果王天一死 他就赢了 那么说明陆氏无人 我们还凭什么听从陆氏的调遣啊 是 有什么不好做的 陆家家主消失了八年 八年来一直有一个女人戴家主 大家早就心怀不满了 发现 戴着陆家主 就是个吃物人 这样的路线 我们还跟着呢 有什么意义呢 来人 即刻备车 前往江城陈家 是 哦 对了 准备两块白布 一块上面写 小中二字 另一块上面写 小中二字 啊 怎样呢 一个是中心的重 另一个是下面的代行字 明白了 若陆北辰赢了 从此陆氏再无人能够撼动地理 我便小中 若是陆北辰输了 从此陆氏无人 再无威严 我便 我留下 请所有人 即刻见往 江城陈家 是 家主 没人准备一把刀 再准备一块白布 上面写上 小中二字 这是为何 如果王天勇死了 会到 凯笑陆氏 如果王天勇活着 举白布 小中陆氏啊 你说什么 父亲要和陆北辰去赌命 你都知道了 爸 您糊涂啊 您怎么可以和那个陆北辰去赌命 万一那个陆北辰 他是个废物的话 您岂不是 赶紧收拾东西 随我前往江城陈氏 爸 您怎么那么傻呀 如果 我被陆北辰救活了 你和二人 同时学士 从此 小中陆氏 力挺陈氏 再无二信 我死了 陆北辰根本救不活我 那么 你就带所有人马 保护好陆北辰 什么 为什么 家主消失八年时间 陆氏侍卫 百家名念上尊敬陆家 实则 早有二信 如今家主苏醒 向陈家提亲 百家竟无一人银河 我王氏的一切 都是陆氏给的 对陆氏 绝无二信 但王氏子弟 永远不臣 背叛陆氏 我王天勇 愿一身入局 祝陈家 平步青云 祝陆家 祝陈家 魂坐云端 百年前 我王家先祖 不过是 反夫走夫 幸得 陆氏相救 从此登临 西南之巅 陆氏 六王家 乃是大恩 陆氏 陆氏呢 百家 人心不弃 我王家 愿为陆氏 赴汤蹈火 做这颗 夜嚼尸 所以说 你也只是一颗棋子 我愿意 做这颗棋子 当我 举起 效忠二字的时候 家主 便已经 看懂了 我们之间 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 我死以后 陆北辰给我的补偿是 王家 从此登临 华夏第一好门之外 你也将成为 当之无愧的 华夏第一人 你记住了 如果你登顶云霄 第一件事 就是要 保护好陆北辰 又如百年前 陆家 庇护我王家一样 你这是以命入局 以命入局啊 您赌的这不是命 您赌的这是 天下的风云变换 死而无憾 北辰 我好像没想到 这王天勇 居然是个莽撞之人 他如果真敢跟你 赌命的话 这该如何是好呀 那王天勇 要是人死 在这儿咋办 那你陆家的地位 就保不住了 还是得想一个 应对之策 陈先生 陈小姐 请你们放心 一切 都在家主的掌握之中 小陆 那 你有后手啊 有什么后手 你赌他王天勇 不敢对自己动手 如此一来 我陆是危言好在 我再次出山 就是让这世上的人 对我心 如果这一关 都过不了的话 第三重聘礼 云然走到 北辰 别跟他赌了 我已经同意 嫁给你了 这第三重聘礼 我不要了好不好 三重聘礼是规矩 这不仅是陆家的事迹 亦是做给天下人 亦是做给天下人的 可是他真的拿到自裁了 怎么办呀 郑和五弟 要不险他用二零吧 让救护车险来等着 否则一旦 行慢 我都听说了 西南王天勇 要和陆北辰赌命 虽然我是个医生 但陆北辰赌命 如果退这一步 可能就不是一条 人命的事 我把这个世界将要 掀起腥风血雨呀 王天勇 如果非要自己动手 一命相夺 也必须从阎王的手里 把他给抢回来 这些年 听说你一直是 我的主职仪式 还没来得及感谢你 记住 谢谢 我给您当了 八年的主职仪式 没想到您竟是陆家家主 陆家是医生的后人 医术精通 如果是讲出去的话 我相信没有人相信 我给您当过主日医生的 机缘请 对了陆先生 传说中医生的绝学便是 活死人入白骨 此事是真是假 那时候您便知道 您为什么需要您尽管认识 正好 我还在恢复期 腿脚不变 那到时候 请王主任 当我的副手吧 好 这 还要等多久啊 事情还没有结束 我们还不能出面 北约 我有八年没有见到我的侄儿 他一醒过来 就要面对这险峻之举 我实在是不忍心啊 没有办法 我掌控路十八年 很多人都对我不负 这样下去 迟早会出大事 整个家族就像是一个 恶疮 我必须把握这次机会 让陆北辰弯掉这个恶疮 一劳永业 我是担心 他没有弯掉这种恶疮的能力 二叔 你也太不相信陆北辰了 我不是不相信 他刚醒过来 身体虚弱 腿脚也不利索 如何操刀啊 我最后一次见到陆北辰 施展陆氏绝学的时候 他就不用亲自动手 难道 他超越了祖宗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你知道他叫什么人吗 像什么人 判官 判官 掌握生死部的判官 我王天宁死了 若陆北辰就不活我 二叔以为是我将了陆北辰一决 实际上我是在为陆北辰搭台成的戏 陆北辰是陆氏千年难遇的奇才 是时候让这事的低头 便冲进去 所有人冲进去 少无赦 济南王天勇 前来独命 动手吧 动手吧 哦 陆家主 不知赌约可否做数啊 当然 慢点 按着 这该不会是你的设的局吧 你是什么东西 别敢质疑家主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简单的假设一句 万一是王天勇设计的假死 他若是假死 那你家家主都不用施救 我上我也能救活他 对 是这个要理 是啊是啊 还是刘家主考虑着周到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刘忠 在 你考虑着确实周到 这种可能性 也确实有 不然 你来赌 不敢 我又没有觊觎 陆氏的家主之位 这样 刘家主 你也参与这次赌注 如果你觊觎陆氏的家主之位的话 也可以 如果你赢了 陆氏的所有财产 都归你 我赢了就代表我死了 那我他妈要钱有什么用 不 我不赌 我只是大胆的假设一下 也对 有这样的怀疑也正常 这样 你拿着刀 动手取王天勇命 我连杀之鸡我都不敢 别 不合适 我只是显淡的怀疑一番 那老夫就当个建筑员 如何 叶神医祖上 可是与陆一胜齐名啊 叶神医竟然也出山了 叶神医 九阳大名 我是一个学习的 一科大学 就是您徒孙创立的 您又是国家的医学太陡 我崇拜您好久了 见过陆氏家主 见过陆氏家主 叶大夫 小小年纪不知理数 见到我不喊前辈 竟然只喊一声大夫 我听闻 新一代的陆氏家主 才不到三十岁的年龄 竟然号称自己 掌握了陆氏医学的精髓 并且融会贯通 叶某人特此来见识一下 究竟是烂于充数 接着祖上余音的 纹固子弟 还是世间 真有这样的奇人 那今天 我就让叶大夫看看 这井的外面 是怎样的一片天 你 说我是井底之王 在医学的领域 你确实是井底之王 黄口小儿 嚣张跋扈 我今天来 就是要做一个见证 无论王天勇 今天是否假死 老夫今日 就当一回无作 好 叶神医这下来了 叶神医亲自负责演示 这下就可以确定 王大哥是不是真的死了 陆家家主亲自施救 叶神医在这 这下再也没有人 能在叶神医的眼皮子底下 做文章耍滑头了 好大的酒气 陆家主 你看 可以 我王天勇 今天就会会你 入室医学的家传绝学 爸 稍等 张正辉 你用这把 你用干什么 我刚才跟你说过了 只要迈进这个门 就没有人 能够豪华无损地走出去 否则 岂不是任何人 都可以践踏我陆氏的黑眼 而不用付出 在家了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你跟我赌命 第二 留下你双手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刚才 不由非说的就进来 找我麻烦 对陆氏的不敬 说着效忠二字 却没有心字 现在王天勇 得到了惩罚 那你 陆振海 在 他不愿意体面 那你帮他体面 是 陆家人 留下你 救救我 救救我呀 陆家人 你未免 有点欺人太甚了吧 怎么 你想替他 不 不 闭嘴 陆家人 我擦了 我擦了 我张家 从此 干杯 我擦了 我没陈家 我没陈家 说牛做马呀 是吗 我发事 我发事啊 那你拿出 张家的八成财产 交给陈家 你可以活 同时 你留下两成家产 你还可以做个护家翁 什么 八成的家产 当时对陆家的不敬 对二星的惩罚 不愿意吗 不愿意 今天 在这里 我就是要告诉所有人 心怀不轨者 是要受到惩罚 不是一句道歉 就能略过的 心怀不轨之前 要先问问自己 是否付得起 这份惩罚 现在 我还要说一句 跟我陆北辰斗 你们配吗 我可以让你们死 也可以让你们活 王天勇 动手 我躲你年纪轻轻 不可能掌握 又是得医学精髓 没气了 不 陆家主 你可以出手了 你可以展现展现 你惊人的才华 不急 他该不会是真的 想让王天勇死吧 死我事就还不趁早 你 你什么意思 他还没死透呢 等死透了再说 你是不是不打算救了 这还等他死透了 死透了怎么救啊 我看 陆北辰 就没想让王天勇活着 他就想让王天勇死 北辰 快去呀 不急 小陆 你说实话 是不是你不想救王天勇 那你快救我 陆氏医学称之为 活死人肉白 什么意思 活死人的意思就是 让死人复活 传说中 陆氏的祖先一圣 曾经在一个坟墓中 把一个死了三天的人 扒出来对他施救 从而使其父 从此 明镇交 人死了三个 还能救我 当然 活死人 也是有风险 也不是说百分之百救人救 只是 理论上 人死了之后 就断然是救 也救不 理论上 人死了之后 就断然是救 也救不活的 在陆氏中 在陆氏中 记载祖先 活死人 也只是患者假死而已 啊 你是说 王天勇是假死 他刚才 不是自己拿着东 通知心脏的吗 夜神医都说得没气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不可 这世界上 有两种伤 外伤和内伤 外伤就外治 红针就狠 但是最难治的 就是内伤 但我陆氏最擅长的 这就是内伤 爸 爸 夜神医 夜神医 救救你 救救我父亲吧 人死不能复生 不 不 因为夜神医 医术登峰造极 可以活死人肉白骨 救救你 救救我父亲吧 那也只是个传说 我也不行啊 再说了 他不是和陆家储赌命吗 和我有什么关系 陆家储不是说了 他能活死人肉白骨 你去求他 陆家储 陆家储 求求您救救我父亲吧 你说过你可以救他的 是 我说过 那请您 那请您快出手吧 时间差不多了 王主任 还请王主任 出手施救 别别别 这人都已经死了 我可没有那本事 还是心脏受到伤 这根本就救不活呀 他就是在手术台上 自己扎腰 我都来不及救我 你别害我呀 我的意思是 我现在腿脚不方便 还请王主任 替我出手 按照我说的总 好 爸 这该怎么办呀 爸 他凉了吗 嗯 凉了 凉透了 踢开他的胸膛 啊 照做 是 踢开了 然后呢 你过来吧 好 心脏上的伤 在做起 是怪你穿伤口 伤口的痕迹面 怎么 知识所 知识太转了 你怎么知道的 学死诊脉 你会学死诊脉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连看都没看一眼 怎么就知道 心脏上的伤在什么位置 是太清楚了 不敢拿 你过去看看 真是这样 去阳场线 围绕贯穿伤 进行缝合 只需要缝合七针 不能多一针 也不能少一针 好好好 这个我行 悬丝诊脉 你会悬丝诊脉 是又如何呀 叶小医 他并没有诊脉 为何说是悬丝诊脉 悬丝诊脉 只是个比喻 意思是 大夫不用接触患者 只接触患者身边的人 患者身边的东西 就能判断出患者的病葬 而刚才陆北辰 只是闻了闻 王主人手上的血 就能判断出 王天勇的伤在哪里 这就是悬丝诊脉的境界 不 不可能 悬丝诊脉的境界 堪称判官阎罗 你才不到三十岁的年龄 你怎么会悬丝诊脉 我说过了 是你眼界太阴谋 大千世界无奇不已 这太强了 你怎么可能做得到 人就是个容器 血气在里面流动 假如哪个地方破了 那么血就会从里面流腾出来 但是 从每个地方流出来的血 虽然差异很小 但是气味确实不一样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 从肠子上流出来的血 和从指尖流出来的血 气味就不一样 水间 气味 是这样的 叶大夫 你明白了吗 还能这样 左心房的血 和右心房的血 也不一样 大的伤口的血 和小的伤口的血 气味也不一样 这对于我来说很简单 这恐怕对你来说 很大 这 这从气味就能区分 陆先生 封好了 正好七针 一针不多 一针不少 一针不多 一针不少 局出银针七针 分别插在他的天书血 永泉血 百慧血 印堂血 契海血 山中血 以及风驰血 这 这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我来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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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然后呢 把这个 放进他的嘴里 我 这 这是合物 这是能够 产生剧烈反应的药 哦 我懂了 懂了就好 去吧 叶某人 心服口 从此以后 出门在外 我叶某人 当以陆家主的 学生辞职 你 你这到底懂什么呀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以后 叶神医 就是陆北辰的学生了 陆家主 在下告辞 尘埃已定 王天勇 活了 这 这 这也没有活呀 这真的假的 你将就活 嗯 好疼啊 啊 嗯 这 这 真的活了 哎 这是怎么回事啊 嗯 我 没死 没死 这就是 传说中的 陆氏医学 从今以后 我王天勇的命 就是家主的了 拜见家主 同此以后 世间好人 尽皆遵从 陆家主 恩父 你们都是有备儿了 有的人想杀我 有的人 心怀不明之情 我只说两点 第一 我陆氏要对付的人 代价不只是死亡那么简单 而是救活你 弄死 再救活你 再弄死 动手之前 你们可要考虑清楚 杀了我 杀了我 救活我 杀了我 然后又救活我 妈呀 第二 心怀不鬼承 我可以不追究 但是 要像张张辉这样 自愿奉上八成家产 我留家 自愿奉上八成家产 我徐家 自愿奉上八成家产 我张家愿意奉上 我张家愿意奉上 陆氏新一代家主机会 活死人肉白 超越陆氏先祖了 活了 哎呀 他做到了 一出手便可让天下归心 未来 他将带陆氏 走向列祖列宗 都不曾走向的高地 对对对 从此 他可以让一个人死 然后再救命 再死 再救活 哎呀 这就像判官一样 掌握着人间的生死步 那从此 透靠我们陆氏家族的人 就多了一条性命 天下归心呢 这是如何做到的 走吧 我们去送去 第三重聘礼 好 哎 祖宗曾说 下一一人 忠一一心 尚一一国 三者并其者 视为医生 我今天是 见到了真正的医生 他才不到三十 未来 会成长成什么模样 他有多天地造化的医术 精通人心之理 将天下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这便是圣号 哎 无论是获力 算计 甚至医术 我都不如他的万分之一 陆氏陆战 陆氏陆北越 第三重聘礼 不负家人 不负卿 送到 祝你们二人 百年好和 永结同心 爸爸 这是我送给女儿的 也是作为父亲 送给女儿的第一件礼物 我想了很多 也想了很久 最后 以这柄象征着陆氏家主身份的 信我 作为 迟来八年的父亲 送给女儿的 亲妹妹 我希望 我陆家的女儿 不仅拥有 全天下的宠爱 更要有 面对全世界 说不的理计 以梦为马 聘天下 华福为雨 其无同 所得 皆归于欢喜 太好了 爸爸妈妈以后 再也不会分开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陈家的主母了 时隔了八年 但爱克服了一切 老婆 你辛苦了 兜兜转转这么久 我一刻都不想再等了 不管是昨天 今天 明天 还是未来 我都想和你一起走 也只想和你一起走 兜兜转 感谢观看